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新爱琴 拜尔钢琴基本教程的系列课程 我是若涵老师 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课程 以讲解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大音符版的拜尔为主 为了更好跟进我们的课程 您可以在新爱琴微信公众号里 购买到这本教材 咱们今天开始讲解拜尔第二课的变奏二 变奏二仍然是用左手弹奏的 还是原来的首位 三指弹搜 二指弹拉 一指弹西 只有这三个音 变奏二比前面的一个变奏 变化就要大一些了 咱们先看乐谱 一共是十六个小节 我觉得还是可以分为四个小节一句 不过它后面两句的分句 用得比较巧妙 大家可能看得不是特别明白 我们先说一下后两句 从第三句开始 就是那个细细的双纵线后面 拉二三 拉西二 搜二 拉二三 拉西二三 拉 到这个拉刚好是四个小节 但是这个拉显然没有结束 它是西二三 拉搜 一定是到搜这一句才结束 那么这个搜 既是上一句的结尾 又是下一句的开头 它这一个搜 同时有两个功能 是这样分句的 好 执法和音都和之前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连线 咱们还是按照谱子上去做 总体来讲 编奏二的连线会稍微长一些 我给大家弹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我今天没有数拍子 不过学生还是要数拍子的 数拍子这个是绝对为了学生 能更准确地把拍子弹奏出来 它和打节拍器是差不多的作用 不过在刚开始食谱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能弹得很顺畅 这样开了节拍器会跟不上 所以最开始是需要先数着拍子弹的 我刚才没有数拍子 是怕我数的过程中会打乱这个音乐 还是先让大家听一下效果 所以我没有数 学生弹的时候是要数拍子的 然后我们说一下句子 还是句头音落一下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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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音是一定要抬手的 第二句 二三 二 二三 四 提手半分句 二三 二 二 二三 二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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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好的 连线的时候尽量把手指抬高 拍子呢 我是习惯让学生数出来 因为谭拜尔的学生一般年纪会比较小 那么有的老师可能习惯让孩子把拍子唱出来 就是用它同样的音高 Soul R 三 拉 C R 三 会这样做 这个是各个老师的习惯都没有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让孩子的节奏弹得绝对的准确 这点很重要 好 那么这一首辩奏因为它还是一个三首连弹嘛 最终是要学生和老师合作的老师的部分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摇动的音形 有一个保持的低音 然后它整体的音乐比较稳定 就是这整个的一个变奏二是一个舒缓的 然后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音乐效果 所以并不用弹得很快 这里也要说一下 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是弹得越快越好 当然熟练度是一个问题 弹得比较熟练了才能弹得比较快速 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把所有音乐都弹得特别快 我们是一个音乐 我们是为了让它好听 让它美 我们并不是一个赛跑 不是比谁速度最快 所以我们要用合适的速度去表达每一个音乐 好 那么我要讲的内容先有这么多 接下来还是请我的学生和我一起弹一下变奏二 给大家听一下这首作品的完整的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定期给大家解答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